这个工修的时候 来的菩萨也很多 正好有那个能看见的 我们一位同修也在这 这实际上我感觉的有一点 真是我们学环念经的人 所说的话 所心里想的很多事情 天下地下都知道 当时是这种情况 刚开始 有一个师兄还没到 然后有两位师兄去接他去了 我感觉时间很长了 就赶紧带领大家先上乡拜佛 因为在之前 我跟那个在家里进行的 这位同修 还有另外一个同修讲过 我们就说大体 这一个程序 刚开始带领大家 上乡完了之后 再跟大家共同给师父念几面大悲咒 然后再给这个房子 再念几面大悲咒 这样再往下进行 结果就是我在拜佛的时候 那位没来的同修 一直给我打电话 一直给我打电话 让我们去接他们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 上完下我想着 我想着赶紧去 回到一个电话 然后回来再进行下一步 结果就是 中间的正好是 我出去接了个电话 赶紧去了一趟洗手间 就在洗手间 突然那个锁就 我关上洗手间之后 那个锁就开不开了 从里面开不开 在外边开不开 这么情况后来那个 那个看到的同修 就隔着那个门跟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会把你关到里边去吗 我说我肯定是很多地方做错了 我说这个让我在这里边 就让我反省反省 我就是在那里边待了有 一到十分钟左右吧 五到几分钟的 就是反省有一步做错了 就是那个经文还没念他 就是那位同修就说 你自己许的愿 你要念经的 你都不带大家念 你自己去洗手间了 但是那个同修是看的这样 好像是应该是小鱼师兄 他说一个戴眼睛的怕怕的 我说是不是光头 是 我说那是小鱼师兄 是不是他帮我管理 然后就是 就是当时那个师兄 说当时师父法师来了 有八位护法同修 护法的师兄一块来了 然后他那个师父 当时还在生气的样子 应该是 我不知道具体 他那个跟别的同修聊时候了 我听了说 师父说 说是念经的 还没念完 我走 那意思就是说 只是你们给我念经 好像师父很生气 然后小鱼师兄就把我关了那个 那位师父的间里 你去吧 这个是自己许的愿 自己也不去做 包括那个周昌菩萨 那个同修也经常看到 周昌菩萨有时候经常 会给我们 互保护 对 周昌菩萨也是很厉害 周昌菩萨有时候 行使的是观地菩萨的权利 哦 经常我们出去红靶的时候 有的时候渡人 那个同修正常看着 周昌菩萨跟着我们 有时候 因为那个 这样 我就是 出来以后 他一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说 哎呀 我记得出来这段话 没帮这个程序 进行完 我赶紧进去补下去 就那么一想的时候 就在那个洗手间里边 别的师兄也给我打 给那个开锁了 打电话 帮着洗手公司来赶紧开锁 我从里边就发现那个螺丝刀啊 就就想了一个办法 一下子就把门打开了 就是 后来那个同修说 我家那个门从来没出现到这个情况 哎 就是说 之后再开那个锁 一直也没有那个情况 我就赶紧出来 就去到佛台那去跪下 又带领帮 赶紧把这个程序 进行完了 我感觉就是说 因为你点了灯啊 因为你点了灯之后啊 就不能乱来了 因为点了灯就是请佛了 是啊 这天来的菩萨啊 可很多很多的 包括西方三圣 各家供奉的菩萨 观世音菩萨 师父还带着很多的 那个护法师兄都来了 师父就穿着就在那个法会上 就穿着那一身衣服 里边是滑色的 呃 呃 呈衫 外边是西装 就一 那个护法师兄 就是穿着那一顿西装那样的 那所有的菩萨都是白纱的 菩萨都在 都在 那个同修都看到了 跟我描述这个 嗯 好好努力 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师父 师父还有几个梦 我想